欢迎大家来到《港经》系列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经文是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二至二十节 现在先读经文啦 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 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 我从前是涉足神的 逼白人的 无万人的 然而我还梦了怜悯 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 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风省 使我在基督耶稣里 有信心和爱心 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 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 在罪人中我是个罪恢 然而我梦了怜悯 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恢身上 显明他一切的忍耐 及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作榜仰 但愿尊贵药归与那 不能扭坏 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 独一的神 直到永永远远 阿门 我而提摩泰 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 将这命令交托你 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掌 上传信心和无愧的良心 有人丢弃良心 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 其中有许米赖和阿历山大 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 使他们受执罚就不再扑毒了 我为提摩泰前书定了一个书卷的主题 整卷提摩泰前书的主题是 故守敬虔真道的神堡 不知大家还记不记得 这个题目是怎样来定的呢 没错了 司徒保罗写这封提摩泰前书 这封书信给他属灵的儿子提摩泰 圣经在第3章14节这样说 我先将这些事写给你 为什么 1516节就说到 将这些事写给你之后 如果我单言日久 你还没见到我 就照着这封书信里面的真理内容 你就知道在神的家应该怎样作事 这个家就是神的教会 神的教会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真理 显明真理 而这里又要将真理里面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讲解出来 就是敬虔的奥比 那就是说 当司徒保罗写到提摩泰前书第3章的时候 他就将他内心里面的重点论述了出来 为什么写这些信呢 因为你知道教会里面应该怎样行事为人 怎样牧养神里面的百姓 好了 那教会里面应该怎样牧养 最重要的关键就是 能不能够保守着神交托给我们的真理 而其中里面有一个很至关重要的就是 敬虔的奥比 如果不是得到神的揭示 这个奥比是没有人能够凭着世人 所有人的智慧能够明白的 当这个奥比揭示了出来 人就知道什么叫做敬虔 就是神眼中看为对的 美好的正确的敬虔 所以去到第四章 如果要操练身体 有益处的 但是属于神的百姓 基督徒 唯独敬虔 你去操练的话 有益处 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 既然要操练敬虔 而是建基于我们先明白何为敬虔 既然知道操练敬虔有今生来生应许 恩着信就怎样 就会努苦努力 正是为此 所以整卷书信 其实就在表达着 司徒保罗劝勉提摩太 大家都是已经归于真神的人 认识敬虔的奥比 就应该在信仰生活之中 无论是木会当中 都是这样操练敬虔 因为我们信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 包括现在司徒保罗写信 这样坚守神交托给他的命令 也都将这个命令交托给他的属灵的儿子 证明他们 见证他们 他们一起在固守敬虔的真道 是属神的仆人 上篇的信息是提摩太前书一章一道十一节 主题是领受福音使命者 敬虔的守望 第一个给我们看到敬虔守望的就是司徒保罗 他又将这个命令按着神的旨意 同时交托给他属灵的儿子 所以在这个敬虔的守望当中 他是怎样的呢 领受福音使命者必须尋找 一定会尋找张显神救恩的计划 同时又会因着爱的缘故去禁止教内全港一切的异端 又因着爱的缘故 勸命众圣徒 千万不要花时间寻找那些虚妄的事 又因为爱的缘故 又会抵挡一切 抵挡一切 抵挡真道的事 是吧 会抵挡那些犯抵正道的事 好了 讲完一章一到十一节之后 我们就去思想今天这段的经文 第十二节说什么 他说 我就是司徒保罗 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 印太而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 所以他感谢耶稣基督 就是派他去服侍神他自己的 派他去服侍他 服侍什么呀 就是第十一节所说 这事照着可清众之神 交托我荣耀福音说的 哦 原来怎样为之服侍这位主耶稣基督 就是当主耶稣基督 将这个福音 荣耀的福音 里面所包含的真理 交托了给使徒保罗 那他就怎样 他就按着神的心意 好好持守并传扬他 是吧 传扬这个荣耀的福音 持守荣耀福音当中的真理理念 是吧 这样去服侍他 不单只因为他能够有神交代这个任务 这样去服侍他 而感谢神 而是在服侍的过程里面 他提到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说 我要感谢那位 加力量给我那位 所以呢 他去服侍主 将这个荣耀的福音 持守去传递的过程 是需要有神加添他的力量 如果不是持守不住 如果不是传扬不到 所以他为这件事又感谢神的 同时就说 为什么神要派他去呢 不单只出于神的主权 更加同时这里见证着一件事 他说 因他以我有忠心 没错了 就是神有他主权 想猜派哪个出于神的 但是当神猜派这些仆人出去 包括使徒保罗 使徒保罗就要在这段经文里头 要突显出一件很重的事情 就是凡所 神派他出去服侍神那位 神的仆人 理所当然就要对神有什么 中心 所以这里就提到 保罗这样拼命传扬福音 持守福音里面的真理理念 因为他里头有一份 对于主人的中心 那么这份的中心是怎么来的呢 经文就透露了保罗的中心 原来源于昔日 神在他身上所思的什么 联敏 第十三节 保罗说 我从前是施族神的 是迫巴人的 武漫人的 然而 我还梦了 联敏 所以 武漫人 武漫的意思就是很骄傲 是吧 很横漫无力 这样去对待人 这样去涉足神 如果在神的公义底下 就应该如何 受审判 但现在他发觉 他能够成为属主的人 又能够被神去派他 去侍奉荣耀的真神 是出于神的怜悯 他就说到 我蒙了联敏 因我是不信 不明白的时候 做的 那他当时 这样 蝕足神 迫巴人 武漫人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 那保罗就说 因为我当时 不信 不明白 那 不信就是指 不信耶稣就是基督 那为什么信不到 因为他不明白 所以当他不明白 不认识耶稣基督的身份 他就不能够信耶稣基督了 既然不信耶稣基督 就照着他旧时的模样 按着他当时的宗教理念 竟然所做的事就是 迫巴基督 在基督徒面前 显为自夸的人 但这一切的事 都在蝕足着 他们所侍奉 独一的真神 所以当我们回顾 士图保罗的时候 就必须提一提 《士图人传》第七章 7到54到60节 是吧 那里就说到 《士图保罗》之前叫做素罗 是吧 他有份见证 史提反 《士图保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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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如此大的憐憫 所以我們曉得既然主有如此的憐憫 憐憫就臨到神要憐憫的人 誰呢?就是蘇羅 在《四人傳》第九章一到二五節 就提出蘇羅本身想拿這些宗教的批文 可以去到大馬士革捉拿那幫信奉拿撒勒教的基督徒 正當他前往大馬士革的過程當中 耶穌基督向蘇羅顯現 如果不是出於神的憐憫 蘇羅就去到大馬士革繼續行惡 但神彰顯他的憐憫時候到了 將耶穌基督的身份顯明在他的面前 所以有聲音從榮耀大光之中發出 蘇羅蘇羅你為什麼迫伯我? 他說主啊你是誰? 他不認識榮耀背後聲音那是哪一個 主說我就是你所迫伯的耶穌 所以耶穌親自向他顯現 將他榮耀的身份顯明給他看 後來在這個榮光的照下蘇羅就瞞了 被人帶進大馬士革 神同時感動大馬士革的一位聖徒阿納尼亞 阿納尼亞和神多番的交涉下 最終順復來找蘇羅 就將所有關乎這次的異象 和神在蘇羅身上將來命定的旨意都告訴蘇羅 神就醫治蘇羅的眼睛使他復原 聖經親自告訴我們 當這位阿納尼亞去到之後 就按手在蘇羅身上 並將在路上向他顯現的主 就是耶穌告訴他 又是耶穌打發他來讓他能夠看見 後來他就被聖靈充滿 有聖靈的內住證明他已經恩信清義 歸於真神 蘇羅的眼睛能夠恢復過來 並且他就去受死 見證他是屬神的人 因此透過剛才經文的論述 我們稍微去體驗一下 保羅在他人生中 他說他從前是蝕逐迫白無萬人的 現在蒙神的憐憫 蒙神的憐憫 第十四節就繼續說 並且我主的恩是格外封聖 使我在基督耶穌裡 當神憐憫他讓他能夠歸於主 所以生命就藏在基督耶穌裡 但是保羅就繼續在這段經文 要顯明這個憐憫 就是背後主的恩 白白給他的 不是因為保羅為神已經做了些什麼 需要神去償還他 而是神主動施恩典 彰顯了神的憐憫 同時不單有憐憫 而且這個恩典是很大 很多格外封聖臨到他的 先讓他活在基督耶穌裡 並且使我在基督耶穌裡有信心和愛心 令他在基督耶穌裡生命當中 有了兩件很重要的生命品質 就是信心和愛心 配合他對於神給他的恩典 和封聖的憐憫 而對神產生的忠心 去服侍那位又真又活的神 所以當他服侍神 忠心地服侍主的時候 他就提到他在神裡面 基督裡面 能夠蒙主格外封聖的恩典 就是有信心和愛心 那這裡所說的信心 怎樣顯明他有信心呢 沒錯 當蘇羅蒙神醫治 光照歸主受診之後 他立刻就按著神給他的命令 恩典 就在大馬士格 與眾聖徒住了新日子 在這段時間 在國會堂裡面宣傳耶穌 就說明耶穌就是聖經所語言神的兒子 他就是那位聖經裡面所語言的 微塞亞基督 所以當時那些人聽的時候就覺得十分A期 在耶路撒冷殘害求告這位 拿薩拉人耶穌明的不是這個人嗎 並且他來到這裡就是要捆綁這幫信奉耶穌的人 帶到祭司長那裡的 但是現在這位的蘇羅竟然滿有能力 搏到每一位住在大馬士格的猶太人 就是要透過聖經去證明耶穌就是基督 是這種艱難的女頭 蘇羅也同時受到猶太人的迫害 最終怎樣 最終要一個很大的男子 將他從城牆吊一下 那你說遇到這麼大的難處 生命不保的情況下 他仍然怎樣 仍然去傳福音 仍然見證 因為他裡面信 拿薩拉人 就是基督 不單止有忠心 更加顯明他裡頭有充足的信心 在這麼多艱難迫害當中 他仍然傳揚主的道 仍然見證神交託給他福音的使命 因為他裡面信 他裡面所信的 就是死而復活 拿薩拉人耶穌就是基督 所以他是基督裡面所經歷的 所領受的福音真理 建立他 讓他在聖經所說 基督裡面有信心 所以去到《史達人傳》第十六章 六到四十節 就講到神讓他在異象當中 見到穿著馬其頓服飾的人 所以當這個異象完了之後 他就把這件事分享給眾同伴 保羅既然看見這個異象 眾同伴就明白了 我們隨即想要往馬其頓去 以為什麼 神照我們傳福音給那類的人聽 去到之後 因為經歷了一些事情 他們就被人抓了下去監獄 那他們仍然在監獄當中 被虎待了之後 仍然唱詩歌祈禱 感謝神 因為他們裡面有真實的信心 他們不曉得為什麼這麼多艱難 但不要緊 因為既然為主有艱難就面對 所以跟著呢 神就彰顯他的大能 讓這個監獄震動 最後在這種奇妙的大令下 讓這個獄竹能夠一家信 信耶穌基督歸向真神 所以他們明白他們所做的 在神的保守之中 這一切的事情都見證著 他在基督裡 保羅在基督裡有信心 而這件事是保羅要感謝神的 因為這個是主的恩格外封醒 不但有信心 還有什麼 愛心 不知道大家對於愛心有什麼認識 在保羅的侍奉人生當中 怎樣去述說愛心的呢 我會找兩段經文和大家分享 第一段經文就是 《哥林多前書》第九章 十九到二十三節 這段經文有很多人都不太明白 怎樣去講解的 但最重要的要留意的是第十九節 十九節是最重要的一句 十九節說 我須是自由的無人核管 然而我甘心作了眾人的博人 為要多得人 這裏保羅說我是自由的 既然是自由 那我就可以選擇做任何的事情 是吧 既然我是自由 那他選擇做什麼 我甘心作眾人的博人 當時的博人 當時的博人這個字就是奴隸的意思 奴隸就顯明不自由 現在斯道保羅就在基督耶穌裡 運用神所賜給他自由 他就選擇不自由的身份 作眾人的博人 那作眾人的博人 不是 他的意思是說 當我為了基督所領受的福音使命 我就如同眾人的博人一樣 謙卑 我就將這個福音傳遞給他們 無論幾艱苦 就好像這班人的博人奴隸一樣 我都要將這個福音傳遞給他們 因為後門說 為要多得人 所以斯道保羅明明有這種自由 但他就運用神給他的自由 就作眾人的博人 目的就是要傳福音 要多得人 貴於主 所以後門第23節這樣說 凡我所行的都是福音的緣故 為要與人同得者福音 的好處原則沒有 那麼這裡就是說 我要人同樣 好像我這樣得到這個福音 那麼這個福音本身有好處 所和合本就加到好處這個字 那麼福音裡面就是怎樣 好處是什麼 就是能夠在基督耶穌裡 能夠蒙恩得拯救 並且好像他這樣 能夠有封聖阿貴恩典 有信心愛心 繼續為神作供 是吧 那麼好了 既然如此 你就明白了 第19節 你明白這個主要思想的脈絡之後 你才能夠詮釋得準確 二十到二十二節 向猶太人 我就作猶太人 為要得猶太人 什麼意思啊 記得 向猶太人 就說我甘心作眾人的什麼 沒錯 伯仁 所以向猶太人 我就作猶太人的伯仁 為要多得人 現在這個其中一個民族的人 就是猶太人了 所以聖經說 耶穌基督猜派使徒布羅 去做福音的執事 是吧 執事就是工人 是吧 那麼耶穌猜派他作工人 他就作眾人的仆人 目的是什麼 好像這幫奴隸一樣 有這種謙卑 卑微 做任何艱難的事 仍然不會埋怨的 是吧 那麼作眾人的伯仁 這樣 有這種伯仁的態度 這樣 服侍他們 服侍他們什麼 不是斟茶遞水 是服侍他們明白 什麼叫做福音的真理 揭盡所能 好像一個伯仁那樣 去服侍這幫聽眾 讓他們能夠明白福音 以到他們是被主去得著 是吧 所以向猶太人 我就作猶太人的伯仁 說要得猶太人 向律法以下的人 我須不作律法以下 還是作律法以下的人 的伯仁 是這樣的意思 說要得著律法以下的人 所以他就解釋 向沒有律法的人 我就作沒有律法的人的伯仁 說要得著沒有律法的人 上文說 在律法以下的人 就指什麼 以色列人 沒有律法以下的人 就指外邦人 無論是以色列人 或者外邦人 我都作他們的伯仁 就好像伯仁那樣 服侍他們 清清楚楚明白 什麼叫福音的真理 21節的後半節他說 其實我在神面前 不是沒有律法的 在基督裏 我正在律法之下 就怕人解錯經文 明不明白 向沒有律法的人 我就作沒有律法的人 即是說 既然沒有摩西律法 我就作一個沒有摩西律法的人 不用守律法 是吧 不是這樣的意思 怕人這樣講解 這樣詮釋錯 所以他就說 其實我在神面前 不是沒有律法 我仍然活在律法之下 但是在律法之下 先活在神的面前 在基督面前 在基督裏面 蒙神的拯救了 已經有永生的把握了 所以我按著回歸 向神而活生的生命 我就活在律法之下 有新的生命去守律法裡頭的正義 不是好像以前那樣 守律法以至行律法清義 明白嗎 第22節就說 向軟弱的人 我就作軟弱的人 的伯仁 說要得軟弱的人 明白嗎 那你就解釋了 如果不是有些人就說 向軟弱的人 我就作軟弱的人 他多軟弱 我就同時好像他那樣軟弱 讓我的行為 我的生活習慣 如同他一樣 那怎樣 就令他感覺到我和他是同類人 那就容易接受福音裡面所說的真理了 那這種詮釋是錯的 向軟弱的人 我就作軟弱人的伯仁 唯要得軟弱的人 明白嗎 所以解釋經就會好像這樣的 如果 向軟弱的人 我就作軟弱的人 唯要得軟弱的人 那什麼意思 如果解釋經就是說 如果他們軟弱 我又和他們一起軟弱 給他感受到我的生活和他認同 那他就容易聽我福音的奧秘 是不是這樣 當然不會 因為福音本身是將我帶來罪惡的 是不是 所以親愛的大英姊妹們 所以這段經文 一定要用第十九節作為一個主線去傳釋 後來所有例子式的經文 是不是 所以向什麼人 我就作什麼人的伯仁 無論怎樣也好 就是要多德人 救死人 得著福音 所以這一個是什麼 一種是我捨棄自己自由的特點 甘心處於好像一個伯仁的身份 多麼勞苦 都要將福音的真理 告訴不同類型的人 不同類型的人 我都這樣牽卑下來 勞苦作伯仁 讓他們得著福音 這種社記的特點就是愛 就好像另一段經文 肥勒比書第一章 九至二十五節 第九節就向眾聖徒這樣說 他說我所託告就是 要你們的愛心 在知識和各樣見識上多而又多 在愛心上不單是知識 見識 見識就是說 在這個知識 背後有一個近深層次的認識 是不是 有一個深度的認識 你不單是知道這個例子 這件事可以稱為愛心的範疇 那這件事 怎麼有深度地彰顯愛心的事實呢 就是見識上的多而又多了 那現在保羅在這段經文去到第二十節 就要告訴眾聖徒聽 什麼叫做神裡面所算為的愛心呢 所以保羅就在這段經文說給我們聽 他說 他說 我讓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帶 那基督就是生命的源頭 也都是愛的源頭 是吧 那基督在他身上顯帶 就顯出神的愛了 那二十節說 但我再肉身活著 若要成就我功夫的果子 我就不知道應該挑選什麼了 有什麼要他挑選 第一就是他活著 還有呢 第三節補充說 我正在兩難之間 情願離世與基督同在 因為這事好得無比 原來他要挑選什麼呢 就是他究竟 要離開這個世界 去到主的身邊好啊 還是仍然活在這個世界 繼續作成神 要交託他福音的工作好呢 兩件都是屬靈的事 兩件都是很吸引使徒保羅的事 那他怎麼選擇啊 保羅要說這件事 就要印證出什麼叫愛心的 他怎麼選擇啊 二十四節 然而我在肉身活著 為你們更是要緊 就是如果為他自己呢 他寧願就趕快死去 如果現在他坐牢殉道 他覺得好得無比 能夠立即見主 但現在他發覺 不是先 如果神要我肉身活著 那我暫時要放棄我 離世與基督同在 好得無比的事 因為現在肉身活著 更是要緊 為什麼 為眾星圖就更是要緊 就要捨棄自己的好處了 我既是者相信 就知道仍要住在你們的中間 怎樣 與你們同主 使你們在信的道上 又掌進又起落 所以他就寧願不要離世 照著神的旨意 繼續肉身活著 不是賺地上的財富 不是過地上的享樂 而是繼續作福音的工作 繼續幫助眾星圖在信的道上 又掌進又起落 這就證明他在選擇的過程當中 顯出基督裏面的愛心 所以親愛的弟兄姊妹們 司徒波羅在這裏表達他 為何對神有這份忠心 因為他蒙了神極大的憐憫 和豐盛的恩典 不但他讓他是基督女 而且有信心 也有愛心 還有呢 第15節說 基督耶穌降世為要拯救罪人 這句說話可信 十分可佩服 為何這麼佩服呢 保羅說 我在罪人當中 我是個罪魁 罪魁魁這個就是頭目的意思 我是罪人當中的領導者 如果一個罪人蒙神憐憫 那相對於罪人當中的領袖 這個大大大大罪人 那我所蒙的憐憫 就何等的大 就是這個意思了 就正如在路加福音第19章 1到10節 講了一個矮仔 是不是 薩蓋 他想看看 眾人說耶穌基督 是很榮耀的 這個人是很出名的 想了解一下 最後就是耶穌基督 抬頭一望 樹上的薩蓋就說 我今晚要在你家裡吃飯 聖經這樣講 薩蓋作瑞利獎 試過財主 耶穌到了那裡 抬頭一看 對他說 薩蓋 快下來 今天我必住在你家裡 他就急忙下來 歡歡喜地接待耶穌 眾人看見 就私下言論說 他竟到罪人家裡去住宿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耶穌基督 竟然 拿撒人耶穌 這位眾人認為 的很好的夫子 教聖經的夫子 老師 竟然去醉人家裡住宿 言下之 也就是說 耶穌 他應該是教導聖經的人物 如果是這樣的話 怎麼會去醉人家裡住宿的 他現在反其道而行 竟然去醉人家裡住宿 就是眾人都認為 這個撒該是醉人 如果進行神道的 進行神的話語的 怎麼會去醉人家裡 與他一同住宿的呢 那麼這個醉人 透過聖經第二節說 撒該是什麼 稅利獎 眾人都不喜歡稅利 因為稅利經常在收稅過程裡面 收受額外的金錢 他們是小偷 是吧 稅利獎 什麼意思 所有稅利的領導 那他所貪男 所貪污的錢多少 所以這個醉人就是 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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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醉人 耶穌竟然去這個 大大大大大大醉人裡 有沒有搞錯 就是這個意思 明白嗎 所以呢 透過這段經文 我們知道 安償你的人 是不會去那些大大大大大 的醉人家裡 是吧 免得破壞他的名聲 是吧 但耶穌基督就不是 竟然去了瑟利獎那裡 為什麼 因為他要救殺該 所以透過這段經文 我們就明白 在提摩太前書第一章 去到第十六節 保罗再一次为他自己这个信仰蒙恩得救去作见证 他说我蒙了怜悯 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个罪灰身上 显明他一切的忍耐 所以这个罪灰身上彰显了神的怜悯 同时等到这么久终于救他 就是因为虽然他做了这么多坏事 行了这么多大恶不易的事 为什么神仍然要救他 哇同时显出神原来对他有忍耐 你行恶神的公义忍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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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神的指就要救这个最大恶极的罪灰 显明神的怜悯 显明神一切的忍耐 好让后来信耶稣基督人 得永生的人作榜样 后来得永生的人发觉自己是十恶不赦的 怎么配去领受神的救恩 神就告诉你 你看圣经里面 我记载了一个罪魁 这个就是苏罗 后来他竟然成为使徒保罗 他就是神怜悯忍耐 显出他的榜样 让每一个最终信耶稣的人体会 哇 原来昔日就是一个这样的大罪人 这样的罪魁 就是蒙神怜悯 蒙神忍耐那样得救的 哦原来我做了这么多坏事 神都愿意救我 原来跟昔日救素罗一样的 神的怜悯和忍耐都在我的身上 所以顶之闷门 保罗在第十三次他说 从前我一失足神 逼百人 无万人 但神有他丰盛的怜悯 有一切的忍耐 想到他 他虽然不信 又因为他真的不明白 所以后来神的怜悯 就让使徒保罗 就是昔日的苏罗 最尊明白 他所逼迫的教徒 背后同时逼迫着 耶稣基督 神将他自己 荣耐的身份显明了之后 这个人就有充足的证据 产生什么 信 当我一路去思想一篇经文的时候 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 我就想起以前 看过一套福音的影音 这个见证 正好说明了 使徒保罗 如何梦神的怜悯和忍耐 在这个时代 同时彰显了 神的怜悯和忍耐 这个福音影音就是 中文就译做梦女尋真 OK 那么英文其实 more than dreams 就是梦里面 有更多很真实的事 在这个dream 好像是虚幻的东西 但里面其实是真实的东西 说明了出来 那么其中一辑 就讲到一个人叫做卡利 Story of Kali 这个卡利是什么人物呢 他是一个伊斯兰教徒 是一个穆斯林 是一个很虔诚的穆斯林 当这个影音一开头的时候 就将这个真人 在黑暗的画面 不想被人认出 因为在伊斯兰教世界里面 Muslim里面 如果有人成为义教徒 信了耶稣基督 他就面对很大的挑战和压力 甚至有死亡的威嚇 是吧 所以他就这样的模式 去为神作见证了 那么他将他这个经历 讲了出来之后呢 就有人将他的经历拍作电影了 那么开头就说了 他为什么会信主的 就是源于 他要负责写一本的书籍 去见证出圣经是被人修改过的 是错误的 那么叫人就知道有一本 那错误的圣经 就何来会信圣经呢 是吧 圣经里面有错误的 那人怎会相信这个有错误的圣经呢 那将这个过程就演绎出来的时候 就有一个福音电影了 那扮这个演绎者呢 那这个人呢 扮这个真人的 那这个福音电影里面就这样讲了 那么他们一起聚会了 那么就有一个的教牧长 带领所有的信仰穆斯林的教徒在一起 这个教掌就向这个的见证者 后来归于主的人就这样讲 我们现在要写一本书 就要证明圣经是修改过有错误的 不值得信任的 我们除了用武力去杀基督徒之外 我们都可以写一些的书籍 让我们去理性的去分析 让人被这些理性的信息去支服 叫他们不要再信圣经了 不要再做基督徒了 那接着讲一下的时候就说了 那这本书 那谁负责写啊 那这个教牧长就说了 除了你之外 有谁能力可以这样写啊 卡你 那这个任务就要交给你了 卡你 那卡你就起初是拒绝的 为什么 因为他是一个很虔诚的伊斯兰教徒 他就觉得要看二教徒的圣经是得罪神的 不要这样 但是这个教牧长就说 你所做的事是一件伟大的事 是吧 将很多人呢 带来教教 是吧 归顺于穆斯林 是吧 做一个穆斯林 伊斯兰教 成为一个穆斯林 是吧 你要将这些的圣经的修改过的错误的举报出来 暴露了一群基徒和犹太人的谎言 是吧 那好了 那他离开了这个教牧长之后就回到家了 那他家里面就有很多他的兄弟姐妹 那他妈妈在家里面 那他看着电视的 大家发觉 咦 他的兄长回来了 他的儿子回来了 大家很害怕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一个虔诚的穆斯林 是吧 他的虔诚是怎样的呢 那他就说了 我已经和你们说过很多次了 叫你们不要再看电视 看电视是荼毒你们的信仰 是阿拉圣神不喜欢的 那他就把这个电视推倒了 是吧 那他之后呢 就回到他自己的房子 那就要进行他的教牧长说 怎样呢 要完成这个任务 是吧 就将他们的圣经 里面的一些的经文的错误出处 能够尋找出来 是吧 认证圣经是错的 就是这样 那跟着呢 他就每晚 甚至每日 那就很劲力地 在他的书房里面 去寻找圣经里面的错处 那他一开始呢 就找陀拉 陀拉就是摩西五经 是吧 那就在律法书里面寻找错处 那他说都寻找一些 很minor的 就是很微小的一些 错误的地方 有矛盾的地方 但是他就找这些 陀拉的同事 也都对照他自己所读的可难经 是吧 那他就发现 咦 如果我说 陀拉里面 这些小微小的 就是错处 就可以推论圣经是完全错的 那拜加了 因为可难经里面都有同样的错处 这些的前后矛盾的事情 那跟着他就说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是说 我用这个准则去衡量圣经的错 那用同样的准则那怎么办 可难经都会错哦 那我如果圣经是错 不应该信圣经 那可难经有错 那我应该不要信可难经了哦 那他就觉得 糟糕了 不可以这样做了 那跟着他就说了哦 我要继续 找圣经里面 很明显的错处 交好这份功课给我的教牧长 是吧 那当他遇到这个难处的时候 找来找都找不到的时候 这个教牧长就按时候来探他了 他知道现在呢 这个卡利呢 就遇到很大的难处 那又怎样呢 就跟他说了 不重要的 你继续努力 我就给你一些参考书 你继续做好这份工作 你能够写好这些论述的话 会帮助很多人离开基督徒 离开基督教 是吧 就成为我们这个 伊斯兰教里面一个很好的著作 是吧 那跟着他就说了 那我现在带了一些参考书给你 有26个参考的内容 都是我们先知 武汉玛德写出来的 那你透过这些参考内容 就可以一一搏斥 圣经里面的虚偽的了 那跟着就鼓励他 那你做的事是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成果会出现的 你继续努力啊 那他就继续努力咯 就将每一个就是那26个参考的资料 和圣经里面作对比咯 那一路对比一路对比 那他就发觉怎样呢 他就发觉咦 都不能够证明任何里面有很大的错处 可以拿出来去辩驳 以到去证明圣经有错的咯 那他一路一路找的时候都找不到 那他就开始有一种疑惑出现了咯 他就一路做宗教的礼的时候 跟神这样说 哎呀我找不到证据去印证出圣经 是被人修改有错的 那怎么算呢 跟着他就想想一下咯 如果找不到圣经有错 那即是圣经是对的咯 那如果圣经是对咯 那大家了咯 那可难经的未来怎么算呢 因为如果圣经是对的话 可难经有错的咯 因为圣经和可难经所记载的 是完全是对立面的记作咯 那我没有可能 两个对立面的经卷 同时都是对的咯 那只有一个是对的 那他开始产生很大的疑问 最后他就尝试写另一篇的论文 就是写一个研究报告 可难经是神的说话 他要先印证出可难经是神的说话 那圣经就不是神的说话 为什么 可难经是神的说话 与可难经完全对立的圣经 就一定不是神的说话 他就带着这种尊重他的神的动机 去写这个论文 可难经就是神的说话 谁不知他一路写一路写 写了二百至三百多张的长篇论述的内容之后 他就发觉 我糟糕了 原来圣经是可信 可难经是不可信 当他写了这些 这么大的篇幅的论述的时候 有一天 这个教目长又来探他了 他就在他的房间里面找到 写着这个论述的第一版 可难经是神的说话 他就质疑了 就被这个教目长见到的时候觉得 蛤 为什么现在你质疑着可难经 是不是神的说话呢 所以他就很生气了 就向这个卡利就这样说 他说现在你告诉我 你现在是不是质疑着可难经 是不是神的说话呢 跟着这个卡利就说 你如果不信我 你自己可以看这些论述 我所写的200到300 张纸的论述 里面就可以见证出 可难经不是神的说话 那跟着他就说了 那跟着他就说了 你以为我 是很开心接受到这个 我的结论 就是这个结论 我身为一个 是很难受的 那跟着这个教目长就跟他说 你这样得罪我们的神 那跟着这个卡利就说了 我已经之前求过你了 很多次了 我不想做这个功课的 我叫了你找其他人做的 是你逼我这样做的 跟着这个教目长说 我们给了这么多钱你 养活你 叫你专心做这个论文 印证出 叫图讲大话 现在你竟然说 我们的穆斯林里面 那个可难经是错 不是神的话语 跟着他就说 你这个异教徒 你这个异教徒 对于 穆斯林说 异教徒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叛教者 是吧 会有杀身之和的 对于这个虔诚的 穆斯林来说 这个名号异教徒 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冲击来的 那跟着他说 不是啊不是啊 我不是异教徒 我不是异教徒啊 跟着这个 最后这个教牧者就说 你啊 做了这份的 研究报告 啊 啊 这样来诋毁我们的 整个的穆斯林的信仰 你要记住啊 你现在这样做 你千万要小心啊 因为为什么 你会被我组出这个 这个 教牧的团 对公里面 我会叫所有的人 离开你 啊 跟着呢 这个的 卡卡就说了 啊 我 我在这些论述当中 啊 连那个的 啊 啊 可能 经里面都有说 耶稣就是Messiah 啊 而且 圣经里面所说 这个Messiah 将来会坐魂 再次降临 去审判所有的人 为什么他会再次降临啊 因为他是从死里复活的那位啊 他会来审判死人家 那一路 在这个教牧长里面呢 将他研究的结果呢 按真理去论述了出来哦 那教牧长 掩着耳朵 不想听 跟着他就说了 将你的研究报告 丢掉去 如果不是 我会找人来杀了你啊 跟着之后呢 这个卡卡就 很伤心 在他生活当中呢 出现了两类的声音 第一类的声音就是 他接触圣经之后 认识耶稣基督的教训 就说 你要爱你的仇敌 就助你的人你都要爱 恢惑你的人你要为他祈祷 圣经的说话在他心里 但是以前他所读的 可能经里面教训呢 而是在他心里哦 他说要争战 打仗 要对付那些义教徒 Fight Fight 因为他们不信可拉 所以我们要继续 真战 真战 就是这种矛盾底下 他选择了一个很 令人感到很诧异的事 就是他打电话给他的同事 其中一个同事是基督 他就打给他 他说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关于更多 什么叫福音的讯息 那这个同事 听到是这个 穆斯林加雅的时候呢 就觉得他的改变是假的 其实可能你特意找他 要陷害他 要捉拿他 要打他 所以他同事因为很害怕的缘故 就不听他的电话 收线了 就在这个时候 一件奇妙的事发生了 就是他的公事包 在这个打电话过程里面 被人偷走了 在这个公事包里面 有那本圣经 也都有他的passport 也都有他所写的那一长篇的论文 那之后他就来到神的面前 他就很谦卑地祈祷 他说 我很想用我的心 用我的魂 用我的全人去侍奉你 serve你 服侍你啊神 他就说 你究竟是不是穆斯林的神 还是你是基督徒的神呢 他就说 如果你是穆斯林的神 你就将所有的东西拿走 除了穆斯林的东西 但如果你是基督徒的神 求你就光照我 让我能够按着真理去敬拜你 希望你将真实的东西 显明在我的面前 所以当这位家认真读完圣经之后 神的话语就帮助他 开始慢慢让他灵性开竅 知道怎样按着他里面的挣扎 向独一的神祈祷 虽然他未认清楚独一的神就是耶稣基督 但他内心是向这位永活的神祷告 神就回应他 让他那晚睡得很柔柔柔柔 在这个属碎底下神就在梦中向他显现 他梦中显现的时候 见到一个荣光背后人影的出现他面前 跟着这位有人样式的就向他说 你现在对我仍然有疑惑 你现在对我有疑惑 我就是那位你现在寻找的那位 但那本书我不见了 和我所写的论文都不见了 那位向他显现的就说 你那本书没有不见到 你打开你的衣柜 那跟着他就从梦境当中 就回到现实了 回到现实的时候 他就照着梦境里面的指引 打开衣柜 就找到他失去了那本的圣经 这个奇妙的经历 就印证出 他所寻找的神 是基督徒所信的耶稣基督 所以他很珍惜那本圣经 因为神的话语光照他 从此之后 他就向他的母亲道歉 他来到母亲的面前说 你原谅我啦原谅我啦 因为我以前以为根的真实的道理 所信的神 现在我信了另一位 我以前信那位 令到我对你对得不好 做了很多坏事 态度又不好 希望你原谅我啦 跟着呢 我希望能够疏你的脚 表示我对你悔改的真诚 啊 现在发现在我身上的 是圣洁的神 他引导我认识真理 我现在所信的神 不是我以前所信那位的啦 那他妈妈就觉得 哈? 现在你信那位独一的新神? 哇你现在这样说 啊 哇 会令到很多人觉得很差异的喔 那他说 我现在跟着这位真实的引导 去学习爱呀 我就跟着这个神 真实的神引导我 那位神就是耶稣 就是穆斯林里面说那位的以撒啊 那我就听从这位以撒那 这位耶稣基督那 去爱你呀 你信不信我呀 那这位妈妈就觉得 哈? 你竟然说这些事情 被人听到很危险呀 他说你信不信我呀 那妈妈说 我当然信呀 因为 你以前 没有试过这样对我的 我现在信你 因为你以前对我不好 现在竟然对我这么好 摆到明你所信的神 是真的有能力改变你生命的神啊 那所以他们就相拥而入 好开心 所以这位的见证者说 当他信了主之后 第一样所感受到就是 在神里面有充足的爱心 懂得天悲下来 向他母亲认罪悔改 还有啊 他去到昔日 Gilto开的店铺那里 向他老板道歉啊 老板见到他的时候 初时很害怕的啊 但现在他说 我来到你的面前 希望你原谅我以前对你所做的坏事啊 后来这个基督徒发觉 咦他真是悔改啊 就接纳他了 这位的新造的人 最终在教会里面 一路按真道被建立 就受使归入基督 为神作见证 所以这位信了主的人 为神作见证 他成为一个在基督里面有爱心的人 因此 他现在晓得 现在能够按真力 为基督作见证 会在神里面得着很多的益处 就正如这段经文使徒保罗说 我从前涉足神 逼白人 武漫人的 当其他人没有到的 但现在神怜悯我 将我以前不明白的 现在明白 将我以前不信的 现在带到去信 让我是基督里面有充足的信心 侍奉他 有真实的爱心侍奉他 虽然我是罪魁 但神在我罪魁身上显出了怜悯 最后怎样? 十七节 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 不能扭坏 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 所以一个蒙神怜悯的罪魁 为神作了见证 神怎样救我 同时神怎样引导我去侍奉他 这一切荣耀就要归给独一的神 他是不能扭坏 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 所以使徒保罗对神越来越认识 他就更巧得要将尊贵荣耀归给神 当他自己这样守着神交托给他命令 又在经文当中回顾他 为何能忠心侍奉神 因为蒙了怜悯有极大的恩典在他身上 所以让他的见证显明出来的同时 又要劝勉看这封书信的提摩太 他说我以提摩太 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 将这命令交托你 这个命令是神交托给使徒保罗 同时都交托给众星徒 现在使徒保罗也都将这个命令 按着昔日所论述的交托给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 他说交这个命令给你如同什么 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 这是第一节目 近来哪个地区打仗 没错了 就是乌克兰 和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境内有争战 打仗是会死人的 打仗有很多人流离失所 打仗是很艰辛的 打仗是很辛苦 那这里所说打仗有什么艰难呢 十九节就补充了 这场仗很难打的 为什么呢 我说十九节 常传信心和无愧的良心 有人丢弃 丢弃和常传就成为一个很大的对比 原本一帮人一起打那美好的仗 但是打仗的过程里面就有人丢弃了 在这场仗里面应该持守的信心和无愧的良心 所以当你继续持守 你又见到有人丢弃的时候 这场仗就不是表面上传福音那种艰难 而是你见到有人丢弃的时候 你会不会好像他们那样不再坚持 和他们一样丢弃了 你应该原本是持守的呢 这场仗这个命令 你要持守得住 拿捏得实这个福音的真理 原来里面需要具备什么 信心和无愧的良心 有人丢弃 那在过程里面 你会不会被他们同化 会不会被他们影响半岛 意到你都丢弃了这个信心和良心呢 保罗就说 在这场仗里面 美好的仗就是你继续持守 纵然有人丢弃 你仍然持守 那这班丢弃了什么 圣经说 有人丢弃了良心 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 那其中有什么人丢弃了 就是许米乃和阿历山大 真的有这些人你见到的 他们丢弃了他们的良心 那又怎样呢 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 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无端端说了船呢 没错了 保罗就现在用个比喻 去说出 这班人丢弃了良心之后 会带来什么不好的后果呢 他说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 真道上如文这个字 是可以做信仰和信心的 如同船破坏了一般在如文里头 就是一个字 经历了船难 那就是说 当有人丢弃了良心的话 他在信仰上 在信心上就如同什么呢 如同一个人经历了船难 经历了船难会怎样呢 哦 那我们看一个 我们应该读圣经 了解过的圣经记载的船难的事情 就是使徒人主演第27章1到44节 里面就讲到哪个 讲到使徒保罗 那时候 威神作见证 就由该撒利亚那里 一路带到去罗马 中间经过克里特 在那里原本停留 但那些人不肯听保罗所劝勉 就继续航行 就去到地中海的时候遇到大风浪 当时有一个很大的台风来到 那他们怎样呢 船被这个风捉住了 不可以自由按着掌台的意思航行 那他们将很多重的物资倒下海 是吧 免得船会沉 但到最后怎样呢 最后都是不行 那家船就去到近岸的时候割浅了 那大家就经历了这个船 又怎样呢 跳海捉住一些浮的东西 那又怎样呢 上岸了 圣经这样讲到 了天亮他们 到了一个不认识的地方 在那里有一个海湾 有岸可登 商业就把船靠近那样拍住 谁不知怎样呢 当他拍住的时候 哇 船就被里面那些水流 卡住了 所以到他写了一截 他说 但遇到两水夹流的地方 就把船割了淺 船头就交住不动 船尾就被那些浪漫力的冲坏了 这个割浅了的船 经历了船难的船就怎样呢 坏了 对了 所以那些人就登岸了 船还用不用得 不用得了 就割浅在那里了 好了 当你明白了这个船难的意思之后 就明白了 哦 原来他经历了船难 那又怎样呢 这个船就被破坏了 所以和合本就二役了 如同破坏了 船破坏了一样 那船破坏了一样那怎样呢 船就不用得了 他原本的功能就是载货物载那些客人的 现在怎样呢 达不到这个原本有的功能了 那在真度上破坏了这船 达不到本身的功能 在真度上可以做什么 信仰 那就是在这个信仰上 他们达不到应该有的功能了 如果有人丢弃了良心 那他在信仰上原本有的功能就失去了 失去了原本的功能就是什么 回应迟文第四字 并不发明神在信仰上所立的章程 记不记得 所以持守这个良心 持守上传这个信心 就能够完成神所交托这个命令 那这个命令就是要什么 将信仰神在信仰上所立的章程 是吧 我们知道原本不发明这个字 原本的意思就是什么 就是不去寻找 反过来花时间寻找 虚妄的东西 不去寻找不去追索 不去寻找不去追索 神在信仰上所立的章程 那更加不会讲明到 通透地去论述到 神在信仰上所立的章程 是吧 所以这些人偷弃了良心 那怎样呢 他们就不能够再在信仰上去述说 印证出神在信仰上 这个救赎过程的章程 这个过程不能够很清晰展在中人面前 就包括许米兰和阿历山大 因此圣经就告诉我们 保罗就说我已经将他们交给撒旦 令到他们不再绑读 因为他们会受责罚 就不再绑读了 这班人用他们的生活 在绑读着圣经 不能够将神信仰所立的章程 论述和显明出来 但他们又留在教会里面做破坏工作 是不是 所以怎样呢 所以他就情愿将他们交给撒旦 交给撒旦这个交给是什么意思呢 原文这个字由两个字组成的 第一个字是介细词 在旁边 第二个字是动词 吸出的意思 就是交出来放在旁边 在和合本罗马书一章十四节 就译做什么呢 任憑 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语 原显明在人心里面不要 神就任憑他们放纵情欲 为自己做偶像 放纵情欲行种种不移的事 就是交出来 交给谁 交给自己的情欲 是吧 现在这里就说交给谁 放在一边 交给撒旦 交给撒旦的目的就是什么 让他受责罚 不再绑独 不再做得罪神的事 我要全息这段经文 能够更加准确和仔细 我们要找第二段经文 因为有第二段经文都见证 保罗将人交给撒旦 什么事呢 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五章 一道六节 有人在教会里面 作了一些淫乱的事 是什么 就是他竟然取了他自己的计目 收取自己的计目 这个人自高自大 在教会里面竟然没有人去 审理这件事 并且将这件事 行恶的人逐出教会 继续任憑他在教会里面 做这些事情 好像这些事情 是不会受神的 审判 会破坏了众圣徒对这件事的理解 所以他的后文就说了 第六节 你们这刺瓜事不好的 岂不知一点面教使全团发起来吗 如果这些行恶的事 你们在教会里面都不自行审理 将这个人说出教会 他的见证就在教会里面 就如同一点的面教使全团成教会里面的圣徒 一同效法他做这些如此大恶淫乱的事情 所以他就说了 我虽然现在不和你们在一起 但我便凭着主交给我的权柄 奉主的名将这些人交给撒但 任凭撒但佬去 圣经这里补充一句 他就是败坏他的肉体 让他身体受苦害 那不是因为想行恶 想争护他们 不是 圣经说败坏他的肉体之后就怎么样 希望在败坏肉体的过程当中 他灵性就怎么样 松醒 使他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久 所以当保罗将他交给撒但 背后的动机是尾线的 希望在他肉身受败坏的同时 最终蒙神的怜悯 松醒的灵魂 可以灵魂得救 身体虽然败坏 但是灵魂得救重要 你明白吗 所以这段经文 我们就能够掌握更准确的意思 就是将他们交给撒但 身体受责罚 那又怎么样 他就在痛苦之中悔改 不再绑毒 又或者有个可能 神不一定怜悯他的 神可以任凭人被撒但老了之后 就不救他的 可以的 所以当人受责罚 可以面对的不单是肉身的痛苦 可以是死亡的 死亡就结束他不再旁毒神 是吧 所以无论如何都好 透过之前哥林多前书的经文 我们知道 保罗美善的动机交给撒但 希望神能够透过他身体的败坏 有机会最终悔改蒙恩得救 所以因此我们体会这个过程 你会发觉 为什么现在要交给撒但 保罗美善的 保罗美善一开始就这样将他们交给撒但 不是的 圣经告诉我们 第三节 我往马其顿的时候 曾劝你迎在以弗所 很祝负那几个人 不要传以夹 是吧 是吧 所以他先找了 宿令的义士提摩太 去祝负这帮人 千万不要传以夹 警戒他们 是吧 并且这个警戒出于什么 命令的总归就是爱 所以这个命令 临到 司徒保罗 这个命令同时临到 宿令的义士提摩太 劝戒这帮人在教会里面 不要做这些违背真理的事 是吧 不要再说这些虚浮的说话 是吧 因为这一切的命令 背后就是爱 所以 一步步 劝戒他 祝神的爱 劝戒他 他们不听了 那没办法 就要将他们交给撒但 任憑老去 败坏的身体 盼望他们将来有机会悔改归主 目的就是将他们 带来开众圣徒 免得破坏教会里面 应该尋找 揭力追求 认识神在信仰上所立的章程 又如同保罗和熟灵的儿子提摩太一样 能够打难美好的将 守着神所交托 给他们的命令 就是荣耀的福音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又来到这卷书的总主题 保罗说 操练身体益处还少 唯独敬虔 凡事都一益处 现在保罗就很劳苦努力 不单在各处继续为神作见证 继续写好这封书信给提摩太 也都劝提摩太 如同他一样劳苦努力 正事为此 所以他说这个见证出来 正事为此 要将他进到敬虔的原因 他的见证表明出来 又将这种敬虔追求 守望福音真理的事实 要去见证出来 又要传递给他的熟灵儿子提摩太 也都让熟灵儿子提摩太 在众圣图当中见证出来 让众圣图都这样去操练敬虔 所以今天讲到这里的时候 这段经文的总结就是 主题 领受福音得救者敬虔的见证 斯图保罗在这段经文里 将他如何信主 主的过程中的体会说出来 所以他是一个领受福音 而蒙恩得救的人 同时与他的主题 关于敬虔的追求 结联在一起 所以就有以下的主题 领受福音得救者敬虔的见证 包括几个重点 第一 领受福音得救者先因神怜悯而得拯救 第二领受福音得救者 并在主里有信心爱心 第三点 领受福音得救者 谣信心表 习访 Ocean 最终的领受福音了 也就是联众拥准虔的隐忻 第二点 领受福音的得救者 柔祿 Ich the zioade 所以整段经文的信息就说到他怎样蒙神的怜悯得拯救 在基督里面不单有蒙恩得救的恩典 也在基督里面有丰盛信心爱心的恩典 以到他能够有这种生命的特点去守着神荣耀的福音 同时在他的生活上的见证也彰显了神诸般的怜悯 因此当神猜显他去遵守这个命令守着荣耀的福音的时候 就显出他对神的恩典怜悯而来的忠心 所以他守着神所给他这个宝贵的命令 原来敬虔的见证也都包括他会将这个从神而来的命令 同时传递给下一代的信徒 让他们一同在这个持守命令那么多劳夫过程里面 要见证出他们是追求敬虔的 愿神帮助我们每一位领受福音成为得救者之后 都能够将显种追求敬虔 将自己得救的见证和传福音的见证 在众人面前论述 显明敬虔的追求的益处 以下来我们一起同心祈祷 称天父感谢你 让史图保罗将这份荣耀的见证 敬虔的见证 就是追求敬虔的信仰生活 显明了出来 成为我们每一个能够领受福音的人 都能够效法将主 你在我们身上所施展的怜悯 在基督里面所持一切丰盛的恩惠 和你在众教会里面所要建立信仰的章程 这个福音荣耀的福音命令交托给我们 让我们去承担起来的时候 能够靠着你的恩典守得住 纵然有人丢弃良心 让我们靠着主所加添的力量 守着主给我们荣耀的福音 并且将这种的见证传递给下一代 让许多蒙恩得救的人 一同在这些劳苦的工作当中 显明我们是追求圣经所说的敬虔 让主你的话语刻画在我们心中 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 让我们同心在你面前祷告 谦卑地祈求 愿你亲自越纳谁听 我们献上同心的祈祷 奉耶稣基督圣名 阿们 今天讲经系列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二到二十节 就讲到这里了 下节再见 拜拜